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鲨鱼大讲堂 诶 谢不谢老师 同学们前两天刚问我一个问题 有关于我们那个什么 瓜子骗人的事情你知道吗 哦 这是一个基础的骗 是我骗过很多很多人 放心好了 这个我非常非常有了解哦 难道你用它骗过人呢 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但是作为科学家呢 有很多事有研究 所以下面呢 我再给你展示一下好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准备一下东西吧 好了 同学们 我们就把实验器材都准备好了 准备了一些瓜子和一个小杯子 好 那这边我来讲一下规则 其实规则很简单 就是猜择单数和双数 那所谓单数呢就是 13579 那双数就是 24680 嗯 很好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了 那你这瓜子呢 不告诉你多少颗 要把它扣住 那学老师你猜猜看 你们究竟是单数和瓜子 还是双数和瓜子呢 我猜是单数 那猜出来打脑班 可以没问题 我们看看哦 准备 可以看一下 12345678 双数啊 猜错了对不对 打脑班哦 那下面再来一次 好的 再看好了还是这些瓜子 我把它就会再扣住 然后你觉得里面有几颗瓜子呢 单数还是双数 是双数 是8颗 我们看看好不好 好的 把它这样子拿起来 再数一下 1234567 有错了对不对 再来一次 双数 好痛 好 那有没有感觉 你觉得为什么少了一颗啊 我觉得是藏在你手里了 真的吗 你看到没有哦 没有哦 你看到杯子里哦 哦 真的有一颗啊 没错 那你看看 杯子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东西 金属 哪个放在一块 看看有什么现象呢 哇 被吸上了 没错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所以秘密应该是在这个瓜子里面 打开之后 里面不是瓜子的 而是一些铁钉 没错 看着像钉书钉一样的小钉子 这个就是秘密了 其实呢 片子会在手里面 藏上一颗 锡铁石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自由控制里面 就算是单数克瓜子 还是双数克瓜子 所以如果你在贪婪的话 就有可能受骗哦 哦 原来是这么简单 片子只需要用到很简单的 磁铁的原理 就能骗到那么多人 各位小朋友们 你们千万不要学它哦 好了同学们 我们刚刚发现 我们那个小实验呢 是通过磁铁的原理 那到底磁铁有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呢 那磁铁有种很特殊的力量 我们管它叫做磁力 哦 那磁铁身上呢 磁力分布并不是均匀的 于下面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磁铁上面哪个部分的磁力 最强大哦 我猜是全露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好的 这个是一些螺丝帽哦 我们先用中间的去靠近它 全部吸引上吧 有吗 没有 没有 那再试试两边好咯 好 再回看看可不可以呢 这个磁铁是不是坏的呢 哇哦 嗯 那同学们 这个就说明磁铁哪边磁力最厉害呢 也就是两边咯 没错 那科学家呢 管磁力最强的地方呢 叫做 磁铁 那磁铁一共有几个磁铁啊 看看哦 是两个哦 所以它们是名字是不一样的 分别 一个叫做 南鸡 另外一个 我不吃女鸡啦 女鸡 拜托 不是男女的男 是南北的男 哦 其中一个叫做 南鸡 另外一个叫做 北鸡 那南鸡和北鸡呢 它们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性质 比如说这边是北鸡 当它碰到南鸡的时候就会 咚咚 互相吸引住 那这个现象 我们管的叫做 一级相吸 是的 那如果把它倒过来 当同种鸡 互相碰到一块的时候呢 就会 咚咚咚 啊呀 弹走啦 不错 那这个现象呢 我们管的叫做 同级相吃 是的 那好了 这些有关于同级相吃 和一级相吸的小实验和小原理呢 我相信你们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今天的鲨鱼大讲堂 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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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